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7日 今天来看一下赫尔松地区的战况 然后分析一下赫尔松未来战事的走势 在赫尔松地区今天 俄罗斯炮击了杜德恰尼方向 另外炮击了新卡米昂卡 在这个卡米昂卡的西侧 炮击了布鲁斯金西克正对的这个方向的村庄 今天炮击的位置不算多 另外还炮击了布拉格达特涅 布拉格达特涅在过去的几天当中都在被炮击 另外炮击了普拉夫纪涅 布拉夫纪涅东南方向的村庄也被炮击 这是昨天在赫尔松地区整个战线上的情况 在赫尔松市由于运输电线被炸断 赫尔松地区开始出现停电的情况 我想的是这样的 就是说赫尔松地区俄军要坚守 这已经成为定论 很多现在现象表明过去所说的一些要撤退的迹象 都实际上是为了坚守所准备的 比如政府大楼 他已经完全空出来 这个完全跟他坚守不坚守没有关系 他的非战斗人员现在已经都撤离了 现在留下了全战斗人员 在这个 我想的未来在这个赫尔松地区的俄军既然坚守 他可能希望于在赫尔松进行一次巷战 有可能啊 但是呢 对于这种城市的巷战 实际上对乌克兰来讲的并不是很有利 因为他不能采取像北顿电磁克那种方式 把整个城市都炸烂的那种模式 对吧 他还要需要保留这个城市 但是像 但是很快啊 这个乌克兰这个冬天就要来到 乌克兰冬天的到来呢 实际上对于赫尔松前线的战场来说呢 对乌克兰可能是相对有些利的 因为乌克兰要进攻 他在冬天的这个值被减少的情况下呢 很容易找到自己的目标 但是同时呢 实际上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在前线 进行了反击 并且针对的是乌克兰的炮兵和远程打击力量 还有防空力量 最近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柳叶刀 在这个乌克兰前线已经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在赫尔松前线击毁了他的防空导弹 另外呢还击毁了M717A2 这两款武器呢实际上都是很重要的武器 一款是防空武器 一款是远程打击业 实际上这给大家的一个启示啊 说俄罗斯的自杀是无人机 他还是有一定威胁的 不光是威胁到了M717 实际上未来如果这个海马斯离得太近 也有可能被这种无人机盯上 现在俄罗斯呢已经是做好了准备啊 在这一地区准备坚持下去 那乌克兰呢可能会利用冬天这个时机呢 做好这个远程打击 这个时候的状态呢 有可能类似于像在北顿年茨克的状态 但据说在这个赫尔松地区呢 俄军的炮火还是相对比较猛烈的啊 他跟他在弹药的发射量上 可能不比这个乌军少 当然准确度可能是差一些 所以在这个赫尔松地区 最终会打成一个就是持久战啊 也许可能要一直打到2023年 可能一直要春天以后吧 我觉得会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才能分出个胜负 好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 因为赫尔松地区呢 我们就不要再谈速胜了 这个观点肯定是不成立了 现在俄军不会退了 好让我们拭目以待未来的发展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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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